这个众生酌这个是见美欲流于世间 他是因为他一重一重我们的这个五酌是一重一重从结 结酌叫空见不分 空见不分之后呢 有空无体有见无觉之后呢 开始揽四大为自身相 六成圆影为自心相 这是见酌 你就开始有自我 那自我之后呢 有了自我的见酌 之后就有烦恼 烦恼怎么来的 烦恼就是 你看讲义事送喜 义事送喜就是第一个回忆 回忆怎么来我们所有的 碰到所有的事情 他都会变成我们的回忆 所以有很多人会讲 我小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就原生家庭那个就是被回忆 被回忆的这些累积的巴士种子困扰 然后我们依据这个意 包括 巴士的种子 包括我们的 累生累劫的 这个意 那累生累劫的种子呢当我们遇到 新的境的时候我们用的其实是旧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 这是就无始以来的业 那这个业呢就会 包括我们新境的种子跟旧的种子 所以要意识送喜之后呢 就会开始产生什么 产生烦恼 烦恼 那这个烦恼了之后呢 就会让我们怎样 明明你就 在这个世间 就 应该要 自由 应该要来来去去自由 我们来说的世界 本来就是空空的来 他走的时候应该是自由的 可是因为 我们前面有了这么多的 把这里 话 这是我的 这是 我的家 这是我的房子 这是我的人 这是我的爱 这是我的什么 所以呢 到最后变成什么 知见美欲流于世间 夜欲美常 迁于国土 就是你就执着了所活世界 执着了你现在所在的土地 我 所有的人都 都想要活久一点吗 几乎是这样 人之常情 有没有 他明明活得很痛苦 可是你说啊你不要再活了 他说不可以 有没有 知见美欲 所有的念头都希望 我在这里可以过得更开心 就会变成这样 就是留在这个世间 眷恋 那这个眷恋呢 怎么来的 理所当然来的 理所当然是怎么来的 叫做朝夕生灭不停 因为从早到晚的想法就是 我今天活在这里我就会多执着 这里 我今天多活一天就多执着一天 我们累积的就是这样嘛 那我最爱最爱的就家人 我的家里面的人 因为我 已经 跟他们过 朝夕相处 你怎么可能不爱 你说 传学你有没有孙子 你不爱吗 你爱呀 是不是 久了还会怎样 如果 师父叫你 留在这里 留个 三天 你说不行我要回去我已经三天没有看到他了 对刚开始那个 经济法师刚来山上的时候 他 突然就掉眼泪 为什么 他就突然掉眼泪 为什么掉眼泪 因为他就在想念家人嘛 你就会这样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 就各式各样的想念 要放不下 所以 当我们 其实我们在想每个人都 会怕无常 可是呢我们自己就要想 为什么你会怕 为什么会怕 为什么会怕无常 因为 其实我们的内在是 想要留在这个世界 不管你要留什么 你要留你自己的 生命留在这里 或者是 我要留下我的 机功累得 我要 留下一个功勋然后以后有 同向力在那里 那一样啊你也是想要留什么东西在这个世界嘛 我要留下 就像我们现在要盖宝岩 我们要盖 盖一栋道场 留在这里 你看你也是想要留在这个地球上 把它盖好一点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心是这样啊 盖好了 这是不是 我盖的 如果是 那你表示你还在 这个 知见美欲 流于世间 我还要想要留在这个 世间 积累 功德 那你说 那如果这样是不是就不要盖了呢 不行 因为我们现在 盖就是为了要让大家 不要 执着嘛 我们现在盖这个道场就是要告诉大家 要 来读 楞严经 楞严经里面告诉你 不要执着你的房子 不要执着你的家人 不要执着你的钱 不要执着你的现在 所有乃至于你自己 所以建设道场叫做水月道场嘛 因为 就借 甲 修真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发心盖道场盖盖盖盖盖盖到最后 在上面贴 这是某某人盖的 那你也是一样嘛 难逃此命运 依然在这里面 起烦恼心啊 起执着念 所以菩萨最厉害的就是这个 因为菩萨他不是为了要留下什么 可是他愿意 留在世间 他不是因为 想要留 而留 是因为 众生的需求 他慈悲 所以 如果你的心 是 燕离这个世间的心 这叫出离心 但是燕离 却又不离 而发心行菩萨道 这叫做发心 你了解吗 你慈悲啊 菩萨是因为 执着吗 不是 菩萨是因为 因为慈悲 所以他可以千百亿化身 可是你说他是因为 执着说哦他要当 对世界上最厉害的 观世音菩萨你看大家都认识我 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观音 是不是 不是他不是啊 他没有要留在这个世界 但是呢 他留在了这个 他的心没有 他没有执着在这里但是他把这里的事情做得非常的圆满 是这样 所以这是我们是以行菩萨道要 要去 想的啊就是 你要常常去检查你自己 你是为了 爱名爱立而做吗 如果不是 那你就是 正确的发心 如果是 那你自己要小心 因为他是一个陷阱 所以呢 这是很重要我们随时都要有这种自行 否则呢你的每一关你都过不了 每一关哦 你说一般世间人看不破 啊 看不破 是 设身相畏处法看不破 有钱没钱看不破 有名没名看不破 啊 我会不会得到很多的人的支持 看不破 可是呢 你再修出世法的人有没有看不破 有 修行的境界看不破 禅定的功德看不破 是不是 出世间的功勋看不破 我要发心行菩萨道 我度众生有没有度得 很成功 一样看不破 一样啊 你看我度传询我就很在意他有没有喜欢我啊 是不是 今天就要回家了所以表示他不喜欢我啊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所以心中有其他人啊 是 是这样吗 那你你有没有看不破 当 当别人 当所有的大众呢 都喜欢来 到场都喜欢听你的课 你可以放下吗 当所有的人都不喜欢你的课 你可以放下吗 要去 看这个事情 所以呢我们自己呀就就是这个这个过程是很维系的 而且很危险 对知见美欲流于世界 夜欲美藏千余国土 他叫做众生佐 为什么我们会 放不下 因为其实我们跟众生结了一个 混乱的缘分 那个缘分就是 爱恨 交织 是不是 是不是 你说 这个人我气他气的那个样子 可是你其实又 不甘心 有没有 我这么好你为什么不爱我 所以又有爱又有恨这样 那 这其实众生就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 这个电视剧演不完 因为这些事情 从古到经都演一样差不多啦 模式都一样 就是因为都 扯 牵扯在一起 对 命拙 这个命拙就是 就是说 我 好 其实 什么就是 当 每一个人的心 都相通 其实这是事实 而不是认识 佛陀讲 人人都有佛性 这件事情是 是 是实相嘛 是真理 可是我们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虽然 人人都有佛性这件事情是 不管你修行不修行 信中相知的嘛 是 一定都是相通的 可是我们因为不知道 所以用的时候就会违背这件事情 就违背真理嘛 背道而驰 你本来应该是 慈悲的 可是当我今天 有自己个人的想法有执着的时候 我表现出来 奇怪 有没有有时候我们常说 我明明不是那个意思为什么讲出来变那个意思 我明明不是那个意思为什么他听到的就是这个意思 表示什么我们在用的时候 违背了这件事情 可是这是什么 这是 事件就是这个现象啊 啊 我今天懂了不表示别人也要跟我一样懂啊 有没有发现 我今天学佛学的法喜充满 可是你身边的人并没有跟你一样的法喜的时候 你的法喜是真的法喜还是 需要别人配合 才会有的法喜呢 菩萨为什么 了不起因为 他不用别人配合他只有负责 他的慈悲的心 可以 在作用当中无碍嘛 千百亿化身 应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他不是照我爱现的身 他是照 对方爱现的身 有没有 有很多人说 师父 那你对他那么好他不是就爬到你头上吗 如果是菩萨他不会有这种想法 如果 爬到头上可以度他他就让他爬 是不是这样 因为这是他要的方式啊 你为什么不要让他这样呢 因为我觉得 不可以 他要被我踩在脚底下我才降服他 那你就不够慈悲啊因为你没有用他的方式 是不是这样所以 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他人不能降服他人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你的 我啦 我们心里面太多标准了嘛 我就 其实老实讲啊我们自己反省 我真的是菩萨吗 其实很不慈悲啊 因为我的心里面 充满了批判性 这个人 这么笨 那个人 你看 我佛法讲的这么好 这有几个人听得懂 哎 大家 众生都太笨了 有没有 那你真的慈悲吗 你都讲到人家听不懂 那你都 那到底是谁笨 你就没有办法像菩萨这样子 讲到大家都 很开心很明白嘛 你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条条框框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 其实这是菩萨的 一个千百亿化身的 的 智慧啦 他可以 可以完全照着众生 而不是照着自己 的那个标准 所以这个这样讲 信中相知嘛 用中相悖 这是我们现在的状态 要用都 用歪掉所以你看 同意失准 就是 你就 你就没有办法很精准 杜不动就是这样有没有 你为什么杜不动他 因为你没有 补合他 的标准你没有打到他的心啊 你没有 引发他的共鸣所以他没有办法认同你嘛 所以同跟义啊 为什么 菩萨要做众生不请之有 你要当朋友之后变成 我们叫做同修 叫做同餐 好 自己人 就好说话 自己人你不用 当 当这个众生 把你当成自己人的时候 你不用度他 他自己每天就在想 啊有没有 像现在那个新战士的 妈妈每次来都想 师傅喜欢吃什么 我要买这个来给 师傅吃 你看他喜欢穷慧他说穷慧 你会不会太累来来来我来帮你这样 所以很 很辛苦的 拌车这样 就是开车 骑摩托车又要换车 然后就跑来 要来帮穷慧嘛 啊因为他把穷慧当成 自己人不管是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妹妹自己的什么反正就是 把他变成是不是这样他有跟你讲过吗 穷慧 没有 你就靠你那个酒窝 把所有的人都变成自己人嘛 是当他变成他觉得 这件事情 原道残怨是我自己的 家 你就 每天起的念头 就在想 我要让他 好还是不好就变这样 所以这个叫做用中相悖 同意失准 就是 你当他变成 同 的时候呢 自己就会 有好的发心 如果不同 你 用的时候就会相悖 彼此之间背对背了你就互相方向 相反背道而驰 所以这是这个命拙的一个内容 我们回来 151页 151页这里讲到 这个 兽因嘛 开始 我们来看 兽因磨相 这兽因磨相啊 大家一定要记得 不管他是什么 他 都是假的 不管是什么 因为他虚 只是 他表现出来的时候 很真实 所以你会觉得 明明就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呢 我们自己就要 多熏修 你要多读 多读经典 因为经典里面讲的就是 会提起我们的正念 让我们 提醒自己 提醒自己 不要被这些境界骗 你少一天 你少一天熏修啊 我们其实很多人 都会怎样 都会说 没关系我都很用功 我都会打坐 我每天都会做功课 甚至于到最后不看经 看经 看经呢就是 这个 你看 那个老人 那个 禅宗祖师讲 他为什么看经 那个赵州老人啊 有一天看经 他的弟子就问说 师父那你不是已经开悟了吗 你是大善知识 你为什么 还要看经 他就回答 只图遮眼 就是这个 经是拿来遮眼睛的啦 真是这样的就是 你一个开悟的人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心的 状态 他没有障碍嘛 那这个时候经这个文字像 就会障碍自己的境界 可是 我们开悟了吗 我们还没有开悟哦 还没有真的明白 即使你的 禅定功夫了得 不表示你明白哦 这时候经就要变成你的指标 你要拿着经来 验证 你的状态 所以 读经为了明心 要让自己的心的迷惑要破除 而不可以 读经 来炫耀自己的 了解 你看我很厉害我很会讲 不是 读经就是验证 自己的心 然后 突破自己心的 障碍 那这个 受音这段呢就有10个 10个魔 一己悲生 要悲魔 杨己 祈佛 要狂魔 定天 多亿 叫义魔 惠天 多狂 叫义知足魔 历险深忧 叫做愁魔 绝安生喜 靠 靠喜乐魔 建圣 晨慢 叫我慢魔 慧安自足 靠清清魔 着空悔戒 是空魔 所有 自淫 叫欲魔 魔 是因为 你 不自在 但是如果把魔 这几个字 把魔都去掉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我们平常 的情绪嘛 我们虽然在修行 有没有喜怒哀乐 会 那你来听法会不会法喜充满 会 你修行呢 有一个领悟 你有没有觉得 很 快乐 会呀 送华严精送一送 会不会觉得很清静 会哦 你做任何的 功德 甚至于你现在在 弘法度众生 然后 哎 法会办得很成功 活动办得很成功 事情办得很好 你会不会满足 会哦 你一定会有这些好的感受 跟不好的感受 到夜未成 你会不会焦虑 事情没有完成 会不会忧愁 啊 所以 这些喜怒哀乐 他是正常的哦 因为我的心 面对静的时候 会产生作用嘛 但是呢 他为什么会变成魔呢 因为你没有 觉察到 而让他 做主 让他主导我们的状态 所以这里就讲哦 又以此心 举例 我们举例 就是 如果我们今天呢 在这个状态 当 将在 此中 就是在这个心里面呢 修行 得到 大光药 啊 心里面 很 怎样 有这个光明出身 什么叫光明 就是你的心从 黑暗 前面那个色音是不是 一片黑 你在黑暗当中眼睛睁开了 哦 哦 原来呢 这个世界是这么一回事 原来这个因缘是如此啊 好开始呢 你的心越来越清静越来越清楚 你所有的境界发生你都不会迷失的 不会被困扰了 齐心发明 是不是现在的心 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 哦那 可是 在这个用功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 哎 我好不容易修得这么好 要继续 要更用功 要更用功 所以在禅定当中呢 很精进 然后 过度的精进哦 这里叫做内意过分 我们在精进的时候会产生一个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会出现吗 我现在要禅定 是不是就会 特别 把一些 不好的种子 等于是把它激发出来哦 啊 我现在要 突破困境 我要升起大力量 你的内心当中有可能会产生反弹 那个反弹是什么 是因为你用功的关系 所以我们每次打坐 做完之后有的人就会怎样 活气大 有没有 睡不好 他越需要睡眠就越不能睡为什么 因为他用力 内意 内意过分了 好 内意过分了之后呢 出现了一个 反效果 这个反效果就是 本来应该 修行是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自在 结果呢 啊 这个内心啊 产生 无穷的 一种感受 怎么感受 叫做慈悲 这个悲呢 其实是好事对不对 慈悲心的流露会不会是好事 会哦 有的人 奇怪怎么读经读一读啊 那个眼泪就一直掉个不停 有吗 啊 有哦有的人会这样 哇奇怪我的眼泪怎么掉 哎呀怎么现在这么感动啊 好 是好事吗 是 因为你已经启发了自己内心的 那个慈悲心 可是啊 如果 不知道他只是一个现象哦 他就会过度 过度到什么程度 就变成 造作了 有没有 怎样造作 我很慈悲 看到蚊子 看到小虫 哦 他们好可怜哦 有没有 就是 这个如是乃至怎样 关键 文盲 犹如赤子 心生怜悯 不觉流泪 有吗 就变这样 他就变成言情小说了 然后就变成什么 哦 这个连续剧的 那个林黛玉了 哦 这个花 我来葬花 这花真可怜 你看人生无常 然后就吐血了 这叫做过度啊 所以呢 这是 慈悲是好事哦 但是慈悲到变成 长提菩萨 哦你就要注意哦 是不是 这长提菩萨 他为什么哭 我要供养 法勇菩萨 我要求法 请问 法在哪里 哦 依人在何方 所以 就眼泪啊 掉个不停 求法是好事 你哭到最后呢 你变成什么 忧郁症 然后忧郁症哦 慈悲是好事 哎可是呢 就变不觉流泪 那怎么办 哦 你这心里面呢 已经陷入那个情境啊 眼泪掉个不停啊 好 你要转移啊 所以呢 他讲 先先解释哈 他说 慈悲公用 易吹过月 就是 把自己的心里面那个种子啊 过度啦 啊过度了易吹过月过月就是超越了超过了 用力太用力了啦 然后用力了之后 哇 那怎么办 很简单啊 就是 你过度了你就调回来就好了嘛 常行中道 佛陀也会这样啊 佛陀修了六年的苦行 一麻一脉 你看 有谁比他还要偏 偏激 有没有够偏激 我不吃就是不吃我一麻一脉 而且坚持六年 你看有没有 修苦行修到 前胸贴后背 皮包骨 这表示我很精进 有啊有人是这样 我不倒丹我就是不倒丹 绝对不倒 就是这样 以前我看到有一些 师兄也是这样啊 我们刚刚出家 都有一种幻想 觉得自己明天就要成果了 所以 所以今天呢 就要怎样 我就要像佛一样 结果发现呢 我好累喔 休息 不够 心里面烦恼更多 要精进 变成反效果 所以 多睡一点觉得 很有罪恶感 多吃一点觉得很有罪恶感 还没有开悟觉得每天都对不起众生 有没有这样 会呀 你说 这样我都不会 那你也是有点夸张啊 你这么懈怠 所以 其实都是在调试 佛陀六年苦行之后知道苦行不是道 但是他也没有因此就放异了喔 他还是很用功 所以调整啊 这里就讲喔 如果你没有 发现 你就会 悲魔入心 如果你发现了 物 得 无救 所以他讲喔 物 得 无救喔 你了解 这是过程 没有关系 他不会 干扰你很久 忧郁变成 忧郁症是因为不能做主 但是偶尔会不会忧郁 会呀 我们会怎样 少年不是仇滋味 未复心词 强说仇 有时候忧郁是一种气质吧 觉得 自己道业未成 我对不起众生 我们会 感叹一下 会 感受一下 你看众生真的可怜 菩萨 观众生 如一子 在 华严经里面 菩萨看到众生都不能够自主 他起的是慈悲心啊 这个大悲心怎么起 就要观世间的众生 愚痴 颠倒 但是这个慈悲 你要知道它是新的好的作用啊 而不是 慈悲了之后自己 陷入 那个情绪里面啊 你了解吗 这情绪是怎样 你很慈悲 的确 众生很可怜 蚊子很可怜 虫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可怜 都不知道自己 多为畜生到 这么的可怜 要怎样 你要给 他机会 有得度的机会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佛法里面 你可以为一切的众生 每天做事实 每天做开示 每天 回向 每天三归一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 这个路边有死狗啊死猫啊被撞死了 真的很可怜啊 那你愿意 你就来回向 为他三归一 你去屠宰场 你看到这些众生 到死到零头才在那边 哀哀叫 为什么 就是 可怜啊 我们回向 让他有机会得度 但是 更积极的是什么 在还没有堕落之前呢 我们就赶快 让大众 都发心 修行 为什么 地藏王菩萨会是 娑婆三圣 地藏王菩萨他在地狱 看到 所有的人 都在地狱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这么可怜 可怜 他不可以 只有可怜 要积极的起大背心 因为 慈悲 后面是有力量的 叫做 拔苦的力量 悲叫做拔苦嘛 你先了解 大众真的很可怜 体会到 真的很悲哀 但是 悲哀 你要让 这些悲哀的人 可怜的人 离开困境 你要让他有智慧啊 有机会 所以地藏王菩萨 来 娑婆世界 做什么 在地藏经里面 佛陀就讲啊 地藏 地藏 你要 护持 你要照顾 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 因为 娑婆世界的众生 就是 不知道自己 做坏事 你看地藏经里面是不是那些 鬼神 那个什么鬼王都说 报告佛陀 我们其实是想要保护大家 可是 世间的人 生时 子时 都不会爱护自己 反而大开杀戒 而且 以此为乐 你看 活着的时候 生了一个孩子是不是要满月酒 满月酒做什么 杀身 请客 小孩子要长大 你要吃肉 你才可以有遗养 有没有 所有的人都这样 结婚 白宴席 有几个人用素食的 没有 所有的人通通都是 大开宴席 所有的人都 庆祝他 所以 用 杀害一切众生的方式 来庆祝自己的幸福 你不会有幸福 所以这些鬼神啊 鬼王都看得很难过 本来我要保护你们结果你们都在杀害众生 好 往生了 你看 祭拜王者 你也是 一定要大鱼大肉 在工作 你看世界上所有的餐厅都是杀身的 有几间素食的 很少 所以大家要发心 你做 厨师 你要做 不杀身的厨师 你做医生 你要做 不杀身的医生 你说师父怎么叫不杀身 本来医生就救人啊 不对 妇产科医生会不会杀人 会 一样啊 是不是 你做老师 你要做不杀身的老师 你要教育小孩 有慈悲心有爱心啊 所以 你要做国王 你要做不杀身的国王 你要来出来选总统最好 就是我的证件叫做五戒 那你就选不上啊你看 我要让这个整个国家全部都变成什么 所有的人都遵守五戒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没有办法 可是这是我们的理想 佛陀讲 人亡 就是 依佛陀的戒法 佛陀教我们的戒法 来治理国家 今天里面有啊为什么没有有啊 好这个叫做转轮圣王 真的有 这样子的王 叫做转轮圣王啊 好 我们的目标是这样啊 因为生灵涂炭的原因 就是 业嘛 彼此之间伤害的业很大 所以为什么佛法在此时 在这个时候呢 特别特别的重要 因为末法 啊末法 甚至于在简洁的时候 时局越混乱 越需要佛法 但是佛法没有人去推动 没有菩萨愿意来说佛世界 大家就赶快 修一修我要赶快离开逃离现场 那你就越没有人去度众生啊 老师讲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推动 佛法 但是推动呢 要更发心的去让所有的人知道 佛法很重要 所以在地藏经里面 佛陀就讲啊 地藏地藏 如果你的愿意那么大 你一定要为 娑婆世界的众生 留下 教法 要为娑婆世界的众生 想 方设法 这些鬼 鬼王都跟佛陀讲 佛陀他们都 没有办法 这众生真的很愚痴 我劝半天他们 造业的多 修善的少 是真的善根难发 善心难发 水滴 虽微 一滴一滴的 一点点的善根 但是呢 只要菩萨每一个都愿意发心 是不是还是 有机会 对 这就是为什么要推广佛法 好同样的 你有这种愿心有这种思维的时候呢 你才会产生大力量 产生大量 所以物 得无救 你有这个慈悲心 很好 可是 你不要让他困扰你的心 障碍了你的心让你的心没有 办法发挥力量 所以他讲啊 这是 慈悲心的展现 这是好的境界 但是他不是圣证 如果你把这一个十种境界 当成是 你看 我是观世音菩萨再来 所以以刚才 那个慈悲 这件事情 有的居士会这样啊 师父 为什么我的眼泪一直掉个不停 我该不会是 观世音菩萨上身法 是不是这样 那当然啊 这观世音菩萨 本来就是你的本体 我们把他启发出来 启发出来 也不要觉得丢脸 但是也不要得意洋洋 他就是你有慈悲心嘛 我们有慈悲心 你勿则无救 非为圣政 就是这样啊 若做圣洁 怎样 己受群邪 后面还有 黄魔 这个狂魔更厉害 就觉得自己已经 既然 人生都有佛性 我觉得 我也跟佛 平起平坐 有没有 所以 你会看到禅宗祖师 那个丹霞祖师 烧佛 丹霞祖师他为什么要 呵佛骂祖 其实他要破众生的执着 不是因为他对佛不敬 可是很多人呢 学什么 学 他毁谤佛法 学 他看不起 大家都平等的 所以你下来 我坐上去 这就变成 狂魔了啦 尤其是 修行的人喔 懂佛法之后啊 越研究佛法 越狂 研究佛法 了解佛法越多 越狂 爱开示 有没有 很多啊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最厉害 如果我们修行啊 很会讲佛法之后 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 那你自己就要小心啊 你已经变成狂魔了 佛陀 他 不会这么狂耶 佛陀他讲什么 人人都有佛性 我是已成佛 可是你不要妄自菲薄 你是未成之佛 你也可以成佛 了解吗 了解吗 众生平等 是佛法 最厉害 的真理 因为他讲的是 真理 这个世界上的不平等 是人的妄想造成的 但是佛法讲的是真理 就是众生 都是平等的 你一定要相信这件事情 就像我们说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送 华严经 为什么要送楞严经 因为这一些经都在讲这件事 可是 众生会怎样 妄自菲薄 哎呀我们这说佛世界的众生啊 现在的人根气很差啦 不用啦就去念佛就好 有没有 哎呀师父我们都没有空 业障很重听法听不懂不要听 我们现在呢没有时间念经 所以呢念简单的就好 而且呢也有很多人说 师父 你现在这个这个推广那么难 你效果很有限 所以呢哎呀你就叫大家 念个 Omanyi Baby Home就好了啦 这比较简单 是 简单 也要做 我们不是说就不做了啊 是不是 有没有平常有没有念佛 有啊 你念不念阿弥陀佛念啊 你念不念本师释迦摩尼佛念啊 为什么不念我们没有排斥念佛 我们也没有排斥 送简单的经哦 但是我们要发心 推广 让难的经 难入门不是因为他很难 让难的经变成普遍 所以记不记得 然后传人师父在那个跟着华音进去旅行 的那个 电影纪录片里面就讲 我们第一个阶段 就是 让 大家都 认识 哎 佛陀的教法 有这么多经有这么多经先 偶尔相传 要宣传 要让大家知道 佛经 其实很棒 很好 到 后面的阶段是什么 后面的阶段要让 这一些大圣经典成为显学 就是每一个人 不是问 你读过了没 不是 是问你今天读集卷 你有听过华严经吗 你有听过楞严经吗 以前是这样 连听都没听过 那是什么 是不是有很多人 刚开始 还以为 华严经只有一本 这样 就不知道 也不知道就是知名度不高 等到呢 有一天 家家户户都有 那 你才是真的 这个世界有可能 变成 华藏世界 不是只有佛教徒懂佛法 而是 第一个 佛教徒全部都要懂佛法 非佛教徒也要懂佛法 那这个世界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很难啊 很难但是 就是因为他难 所以我们要发心 让大众都懂 只有大众懂佛法 他才不会 变成狂魔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狂魔 因为所有的人都不懂 只有他最懂 所以他很容易变成我就是最厉害 就这样 如果他发现 嗯 今天我们来参加圆道禅院的 华言法会 他就吓死了 右边这个师兄他已经念200步 左边这个师兄啊60步 对面那个师兄说哎呦我最不好意思我不敢讲我只有念30步 你觉得呢 这个人他会怎样 他敢说他懂吗 所有的人 开口闭口都是佛法 这个人念了200多步 他还跟人家计较 是不是 欠中 欠骂了 了解吗 你已经念那么多经了你还到现在还不懂什么叫做华言经 你真的很糟糕 读很多的经的之后呢 你就比较容易 改变 这个人 老实讲要这样 所有的人都要懂佛法 你才有办法调服啦 你这不懂的时候你看遇到一些没礼貌的啊 那些异教徒啊 或者是 对佛法 不知道 尊重 也不懂 的时候 你其实 一点都不会想要跟他计较 也一点 都不会想要度他 因为他没有用啊他不懂嘛 所以呢这个狂魔要制止啊很简单 就是让每一个人 都很厉害 每个人都懂佛法 你就不会有那个啊只有我最强 佛陀你下来人人都是佛的时候 佛过净土哪有高低 人人都是菩萨 都会这样啊 我觉得我最厉害 真的 夜郎自大 所以这一些都是 修行的过程 当中呢 才刚刚起步会有的现象 所以如果你在佛法里面佛门当中 碰到这样子的法师 碰到这样子的居士 很简单 因为他才刚开始而已 还在受阴嘛 有没有 好 再来 有一种是忧愁啊怎么样忧愁 人生无常 佛陀讲人生无常 这个世间如梦幻泡影 所以呢 就开始怎样 觉得 我随时都要 娑婆世界 要 告别 有一本书叫做 告别娑婆 就是 每天都在想死 每天就是想啊 我要 艳离娑婆 就变成忧愁 每天都说 交代遗言 等我死了以后你要怎样怎样 告别事的时候你要怎样怎样 想太多 历险生忧 这些都是无谓的啦 老实讲在浪费生命 罚喜充满 也是一个过程 起烦恼心 也是一个过程 担忧未来也是一个过程 这些 都要知道 很简单 就是 不 负责无救 你就 知道现在的这个状态 知道就好 居士也是这样啊 居士有的人很开心 有的很烦恼 知道 然后慢慢的引导 让大家都懂佛法 有不然呢 你一定觉得这个说佛世界实在很难待 为什么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 这是 太多状况了啊 但是 最危险的是 后面 这两个 空 跟欲 啊 着空 悔戒 既然 佛陀讲的要自在啊 啊 是不是要去助自由对不对 所以开始呢 就 不遵守规矩 道场就是要怎样 要自由 要平等 人人都是佛 所以 不要有这些规矩 条条框框 啊你不要限制来限制去 啊 我们在道场啊 我没有要求 居士要 看到师父 就要 顶礼要跪拜 但是 但是 不可以因此 就对师父没礼貌 我们对 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的 但是要有礼貌 就这样啊 很简单啊 我没有要求你要 臣服 啊我们全部都是 礼佛就好 不要崇拜 偶像 不要崇拜 但是要尊敬 听得懂吗 恭敬佛法身 是你的修养 不是 师父要求 你要崇拜我 不是 你要顶礼我 你要拜下去 跪下去 跪着听 没有 平等 可是 互相尊重 师父尊重弟子 弟子尊重师父 师父尊重 居士 居士 尊重 师父 这样子 道场就会兴盛 同样的在家里也是 长辈 爱护晚辈 晚辈 尊敬长辈 很多人 他会说 师父 我的孩子不孝顺 怎么办 你先孝顺 给他看 你没有孝顺 你自己都不孝顺 你的孩子一定不会孝顺 你都不尊重所有的人 你的孩子不会尊重所有的人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以身作则 我们要恭敬所有的人 客客气气的 有礼貌 自然 以德 不仁 所以 道场的规矩 他 设立出来 的 原则都不是因为 佛陀很无聊 每天就在想 我要想出 十个戒来规范大家 没有 祖师大德也不是很无聊 说我们现在要设 多少的佛门规矩 第1大 第2大第3大所有的规矩来规范所有的人 不是 所有的规矩 所有的戒律 是为了要让人解脱 所以 佛的戒 道场的规矩 要遵守 因为 他是为了要帮助 大家共 住的时候 共同修行 都可以把道业 成就 而设的规矩 他不是在 设限 他是让我们可以 很好的修行 放下 我执 所以戒律 是 我们的 保护 保护 我们法身 的一个工具 要遵守戒律 爱护 佛陀的戒律 就像有人说 哎呀 现在什么时代了 啊 这个佛法呢 是讲究男女平等 佛陀说众生都有佛性 现在这个时代男女平权 所以呢 啊 你看你看佛门里面的都是不公平 什么 女众啊就少修500年 这个 这个女人的毛病多 女众呢要 修八境法要恭敬大比丘 要怎么样 所以佛门也不公平 不是 佛法 是众生平等 你不只要尊敬 大比丘 你要尊敬你自己 你要尊敬所有的人 你遵守八境法 是你遵守你心里面对所有一切众生恭敬 的精神 包括 比丘 不是只有恭敬比丘 你要像常不清菩萨这样 我不敢轻视所有的人 所以 学佛 第一件事情 你先尊敬佛 礼敬诸佛 然后呢 养成 尊敬是什么 怎么一回事 养成恭敬 是怎么一回事 接下来呢 尊敬所有的众生 因为众生都是未来佛 这才叫做礼敬诸佛 可是佛门当中为什么要规范 要有八境法呢 因为 我们要先 养成 恭敬 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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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恨 尊敬 出家 师父 因为这是佛陀给的 相 尊敬 僧团当中的规矩 而不是 那既然 师父 佛陀讲 这个八境法 所以我只尊敬 大比丘 那我看到 小尼姑 这个不用恭敬 那你自己也是 没有真的懂什么叫八境法 八境法的重点是 敬 不是在男女 这样听得懂吗 你能够尊敬所有的众生 包括 他讲什么 百岁比丘尼 百戒的比丘尼 即使你看到一个初出出家的小法师 你也可以顶礼于他 这个是不是在尊重接纳 不是 他是超越接纳尊重所有众生的佛性 所以我们要了解佛陀的戒 他是要解决我们心里面的傲慢心 而不是你看 佛陀 他也是偏心 他只爱男生不爱女生 不是 我们自己要知道 如果你听到不同的解读 那是他的解读不是佛陀的原意 我们自己听到别人在说我们的优点 我们自己要反省 不一定是真的 如果是那就保持 如果听到别人在说你的缺点 爱计较了 喜欢怎样 但是我们很多人会用 性别去框架 别人 有没有 男尊女卑 这个是 在佛法当中呢 看到这个现象 不表示 不表示佛陀 认同这个现象 佛陀讲的叫做众生平等 男尊女卑 是 这个社会上 普遍的现象 你的心里面 会有很多的这种 以前的观念 自己的观念 其实即使是现在啊 现在什么时代的 现在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对不对 但是有没有很多人活在古代 有啊 男做 男做女卑啊 所有的 所有的什么职场都在讨论呢 啊 你看 如果今天 这个 职场里面有一个女性的 那个领导人 男性的领导人 男性领导人不会因为性别被 讨论嘛 但是如果有女性的领导人 就会特别强调他是女的嘛 是 是这样 所以有没有 因为这个世界上普遍就是这样 普遍有这种观念 所以 现在什么时代 现在还是有这些偏见啊 不管是这个 还是人种 肤色 地位的高低 出身的尊贵 通通都是因为这个世界 是妄想所成就的分别世界 但是 佛法呢 他讲的是平等 众生是平等的 不管你是谁 你都可以成佛 你要不要去 接受这件事情是你自己的 智慧 可是不能因为 你说啊都平等 所以我就 毁坏佛陀 所制定的戒法 因为佛陀的戒法 他是 讲 依照真理而治的 而不是 依照他的好物 他的立场 而治的 这样了解这意思吗 所以不可以着空而悔戒啊 另外一种呢 我要拥抱一些众生 既然自在了 所以呢 有很多最危险的就是放纵自己的欲望 变成大魔王 叫做预魔 这预魔 很严重 包括 控制欲 包括 色欲 包括 全力欲 包括 这一些 所有世间的五欲 所以 所有 你觉得这一些名利财色全部都有 功德都有 你就会 放纵 你的 淫欲 这淫欲是什么 淫欲最严重的就是 情色 情爱之欲 情爱之欲 但是呢 维系的是什么 所有 放纵过度的 都叫做淫 淫就是放纵啊 所以你的放纵啊 你的权力无限的放大啊 你的 这个 自己的这个 对于钱 对金钱有过度的执着啊 其实都是 都是一种欲望 一种欲念啊 所以这些呢都是 整个 受因魔境有十种啊 那最简单的就是 物则无救 非为圣政 若作圣解 即受群邪 好那这是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 受因魔 好 那我们下一次呢再来谈 这个响音 今天简单来再回顾一下 受是什么妄想 虚名妄想 如果虚名妄想呢 哎 你能够超越他 又超越了 五拙的 什么拙 剑拙 那为什么会有剑拙呢 是因为你把 四大 五拙 把它 混淆 形成一个我剑 那我剑里面呢 受想形式 成真了 你把受想形式当成真 所以 这个受呢 就会变成一种障碍 而有这十种魔入心 占据你的状态 所以我们自己就要 要 提高警觉 我们这个十个魔啊 就是我们自己的 比较偏的情绪 有的人 比较偏什么 就 一生的傲慢 有没有 有一股傲气 那你就自己就要注意哦 哎 我是不是 过度的狂妄 有的人呢 啊就是这个 慈悲心啊 变成 没有原则 人云亦云 总是呢 要是 关心若小 然后呢 就跑去 站在弱小的一方 要对抗强权 有没有 有啊 有的是专门 他就站在弱势团体 结果站在那边站到最后变成 跟 其他的团体变成在那边对抗 那你就 搞错 你自己的心 应该 要 中道 而不是 一直不断的在自己的这些 偏差当中越走越严重 因为他会变成一种 磨啦 他会变成磨 好 那 如果你 很喜欢缠坐 然后到最后呢 就在定当中不想 做其他事 那你就要注意哦 你的那个 一磨会入心 那有的呢 就进不下来 我只要 能够 不要缠坐 不要定 我就赶快逃掉 要做功课 我就找一个借口 去做其他事情 那你就要注意哦 你可能就偏了 所以不管 我们在这个 阶段 你会有什么 状态 就要自己要去 反省 然后提高警觉 勿 责 无救 勿责无救 就这四个字 很重要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这个状态 继续修 知道就好 他就是一个过程 不要助长他 也不要把他当真 过了就好 他就会 突破就会超越 那 怎么超越 勿就好了吗 是 因为呢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的是 观世音菩萨 耳根源通章的 第 三个节 第四个节 我们都要解了吗 动 静 根 根 结 眼睛看到 耳朵听到 渐静不生 贪爱 与理不生 分别 见闻觉知 都不要 被 自己的 产生的感受 所迷惑 那你自然就会超越 这个状态 所以 借近恋心 让我们在生活中 时时刻刻 不离 当下 这一念心 遇到好的事 你就发心 把他 变得更好 遇到不好的事 你就发心 把他化解 那每一个人都会遇到 各种人生的挑战 那你在修行 更是 所有的人 一定有 好的 有不好的 有支持你的 有反对你的 有你喜欢的 有你不喜欢的 我们都发心 让 佛法 可以 流通 可以 让更多的人 受益 那这样子的就不辜负我们学习到了 是 大法 这个大法不是他很了不起 是因为 他所发的心 他所产生的作用 是比较普遍 比较 大的 所以希望大家呢 受持 大部的经典 受持这个 尤其是楞严经 这么好的一部经 希望大家一定要发心 守护他 然后发心 研究 然后让这个经 可以流通 每个人 都喜欢来 听闻 这部 殊胜的经典 那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边 向下文长 不带来日 我们来回向